就是为什么今年3月份,也就是俄乌战争开始不久,拜登总统他签署了首个关于加密货币监管的行政命令。 嗨,大家好,欢迎回到TalkChun的节目,我是CH。 时间过得很快,已经到了2023年了,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做个简单的年终总结和未来展望。 坦白讲,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也亏损了重伤了,2月份的时候俄乌战争,6月份的时候LUNA Tresi爆雷,11月份的时候世界第二大交易所FTS资不抵债。 每次在发生这些大事件之后总会有些朋友来关心,大家会恐惧,会觉得这个行业是不是要完蛋了,但是事情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。 大家可以看这张对比图,左边这张图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股价走势,右边这张图是比特币。 就算是Celsius,FTS,LUNA,Tresi一堆事情爆发之后,比特币的跌幅其实也就是65%,但是马斯克的特斯拉2022年的跌幅是70%。 过去的一年宏观经济真的很不理想,所有的风险市场,无论你是美股,马股,基金,还是币圈的投资者,应该都难逃此劫难。 但是,大家也不用太灰心,牛熊必将转换,不可能都一直是熊市。 如果大家看过比特币的走势图,应该可以知道,每四年就会迎来一场令人兴奋的牛市。 原因可能有两个,第一是美联储基本上每四年就会开始量化宽松的政策,而风险市场就会随即开启牛市。 而目前根据美联储的计划,今年停止加息应该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 所以宏观经济看下来,最糟糕的时间我们应该是度过了。 第二,比特币减半周期每四年一次,下一次的减半应该是一年半之后的五月份。 所以你手上的比特币只会越来越稀有,而每一次比特币减半之后,市场都会因为供应减少,价格缓缓上涨, 然后就暴涨。 当然,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个人的年终总结和自己比较主观的对未来的展望,没有任何的价值。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带着大家一起来看著名机构Messari的研究报告。 这是一份168页的英文报告,从很多的维度预测了这一年的未来走势。 时间有限我选了其中的四点来和大家分享,看看这些大机构是怎么展望未来的。 第一,恶战争之后,比特币会撼动美元霸权。 Messari的报告引用了一位叫Zoltan Perza的经济学家理论。 当美国和欧盟强行冻结俄罗斯在海外的外汇储备之后,世界会重新开始思考什么才叫做货币。 一个能够随意被剥夺的外汇储备,存在银行的美元这一秒是我的,下一秒就随便的被冻结了。 这件事情摧毁了各国对现有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的信任,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俄罗斯。 所以,美国、欧盟以外的国家都会开始去寻找更加安全的资产。 而Messari和Zoltan Perza都不约而同地认为,当人们不信任美元之后,黄金、石油、包括比特币之类的硬资产会开始受到青睐。 相比起背后没有真实价值支撑的美元,黄金和石油至少看得见摸得着,有实际的作用。 而比特币至少是建立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之上的,具有抗审查的特性,没有人能够随意地剥夺我的比特币,它更加具备货币的属性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三月份,也就是俄乌战争开始不久,拜登总统他签署了首个关于加密货币监管的行政命令, 要求联邦机构评估加密货币和监管的工作,而且要求财政部撰写一篇关于货币未来的报告, 以及分析当前金融体系可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原因,所以世界开始出现大变化了。 此为起义。 第二,下一轮比特币的牛市将由政府开启。 比特币和以太坊不太一样,采用的是POW工作量证明机制, 说人话就是以太币可以单纯的去靠质押拿到6%左右的年华回报,但是比特币不可以。 所以比特币呢,它就只是一个很基本很纯粹的货币。 而美沙利的报告就认为啊,当美联储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隔夜利率, 很多公司它就不会想在现在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增加比特币。 因为比特币一来不能升利息,二来现在是熊市每一天啊,都要面对矿工的抛压。 如果突然有一天机构被清算了,还要去承担价格波动的损失。 所以这一轮熊市我们是不太可能去期待机构忽然进场拉盘的。 报告中就认为,比特币的下一轮牛市会由全球的政府来领导,来带领我们来到下一轮牛市,此为其二。 第三,看好隐私赛道,尤其是ZCash。 目前主流的公链,例如以太坊、FSBSC,交易记录都是公开透明的。 任何人都可以在链上查询到对方的交易记录。 这可能是好事,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链上记录去追踪黑客,尽可能的去追回被盗的资金,如果有黑客事件。 但是啊,完全透明去公开我们的交易记录,基本上和公开我们的银行账单是没有太多区别的。 可以想象啊,传统的华尔街投资者其实不希望市场的其他竞争者知道自己的操作。 所以如果区块链一直都是公开透明,就没有办法吸引这一批投资者进入。 所以呢,Messari就在报告当中认为,接下来的隐私赛道会是当红炸纸机。 而报告当中也透露啊,在接下来的隐私大战当中,他们尤其看好两个项目。 一是ZCash,二是Monero,尤其是ZCash。 所以如果大家对隐私赛道感兴趣,可以重点关注这两个项目,此为其三。 第四,看好美元稳定币,比是CBDC。 虽然比特币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世界的最终货币,但是短期来看,比特币要全面的取代美元,基本上是不可能啦,只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削弱美元霸权。 而美元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应该还会占据主导的地位,而Messari的报告就很看好美元稳定币的发展。 现在的比特币呢,还处于一个很早期的阶段,价格波动非常大,所以它不适合作为定价的货币。 在一些通货膨胀很高的国家,例如阿根廷,那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其实很希望拥有一个稳定的货币,所以他们对于稳定币,美元稳定币的需求就很强烈。 那Messari就认为,美国应该支持美元稳定币的发展来作为一种出口美元的形式,但是千万不要用一种很糟糕的方法,就是不要用CBDC这种方式来发展美元稳定币。 报告当中是这样描述的,CBDC相当于是联邦航空管理局亲自下场驾驶飞机,并且建造喷气发动机。 简单来说,政府主导的CBDC,它又做裁判又做选手,这样不行啦。 美国如果他们推出自己的CBDC,那其他国家肯定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不会去采用。 所以未来的几年稳定币的发展应该会很不错,我们可以去关注类似的项目,而Curve和Ave近期其实也打算发行自己的稳定币,还蛮有意思的,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,此为其事。 好啦,以上就是今天Talk Channel要分享的内容了,如果大家觉得这一类型读报告之后分享给大家,提炼给大家懒人包的形式还蛮有意思,你觉得有用的话,希望大家动动你的小指头,点赞留言分享,打开小铃铛,分享给你身边关注区块链和WebTree的小伙伴们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